今天是去学校报到的日子 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来学校 这样才能挑选到更好的位置 并且决定谁当我的同桌 这可关乎到这个学期的学习环境啊 先挑选想要的男女同桌的性格 然后在结缘台上互相认识 愿不愿意当彼此的同桌 要是大家都愿意 这个学期就一直是同桌啦 女同桌要个成熟的 不然一直吉利管拉 特别吵 你想我学习男同桌嘛 来个暖男吧 热心体贴的同桌谁不想要呢 可以随时帮忙 多好 好 就这么决定了 出来吧 我的同桌们 哎 白拉姐姐 好臭不见哦 怎么是你 你也叫成熟嘛 最少的就是你了好不好 你这么说 太像你把她心了 谁说去 我大年一睡 肯定会更成熟的呀 好吧好吧 以后你最好安静些 让我看看 买男是不是老豆子 当当当当 啊 白拉 救命啊 我不要和这个唠唠叨叨的女人同桌 你才唠唠叨叨呢 哼 说的好像我愿意和你同桌似的 我说系统有问题吧 要成熟的给个小调皮 要买男呢 又给个老导蛋 你 请 刚开学 我可不想和你吵架 反正你选的 不能反悔 时间不多了 我们快去拍电台吧 我愿意和你你同桌 嘿 我愿意和班纳同桌 我愿意和薯片同桌 嗯 不行 我反对 我杀了杀 还是觉得薯片会影响我学习 别像我这个学期 想到一个好好学习的乖宝宝 嘿 难道我不想好好学习吗 我还怕你的笨 隔着班纳传给我呢 妮妮 就这样决定吧 我们还得去选个好位置呢 哎 这不这不 你就换个同桌呗 对了 难道你要抱起土豆吗 对哦 选了薯片就没法和土豆同桌了 还等什么 妮妮 我们先撤 喂 你们两个是在耍我吗 呵呵 为什么没人要我 哈哈哈哈